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是Season 2 Episode 1 City Living Chapter 那方现在正在聚心会神的看电视 他感觉非常的开心 他坐在沙发上 因为今天是周五晚上 其实那现在是周六凌晨的12点五十分 感觉他们真的没有要睡的意思 看一下他们的一个日历表 看一下他们周日有什么活动 哇 燕跟Sunny都要去上班了 礼拜一 Jerry要去上班 他们住在这里大概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吧 三个月吧 I believe Femme is going to paint very soon because she loves painting so much 他一般性的习惯就是先 admire一下他自己的作品 然后继续画 然后每次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次就classic 其实作为主播的我一直很想提醒他们 壁炉放在旁边真的有点危险 因为那个画架是木质的 万一找起火来 这个画架就会毁了 然后连大画也会一起被毁掉 哇 Jerry like hiphop music That's great 我们每个主人公他们有各自的一个perference 他们在生活的一些经历当中 就会慢慢慢慢地得知自己的一个喜好和不喜欢的地方 Squarble Tarpa Hay Oh Jerry comes to find fun to talk Oh and Fora That's not They're just a chichat They're just trying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I guess Oh he's so cute He's trying to find the topics But to talk with fun 想方设法的跟fan讲话题来在聊天 我们来帮Jerry神助攻一下 按摩真的是一个测试那个女生对你有没有好感的一项工具 不用说那个女生不喜欢你 根本会让你碰 然后同时你就可以跟女生有一点肢体接触 然后要帮女生进行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翻载作画室的姿势超帅的 有没有特别的潇洒 他想可能就是先做饭吧 是不是他应该饿了 来我们来选择哪一道菜呢 抹茶cupcake 就当做宵夜吧 然后再弃一壶茶 因为这样大家都可以喝 我们选乌龙茶嘛 好吧 就不要apple juice了 Sunny现在在开开心心的做饭 Wow Wow Master Chef 绝对是厨神啊 厨神的级别 你看他姿势 哦 Mian过来 I joined cooking 不要吗 Fan is finishing the one masterpiece 我等下想看一下 Yan到底有没有吃这个cupcake Morice don't complete 耶 现在大家可以一起享用cupcake啦 Core to Mews and she's calling everyone to eat the cupcake right now she's very sweet oh Jerry也来吃啦 别忘了他可是经常去健身房的人 这样会走样的 你看Yan我跟你说他会吃吧 他还跟我一直强调什么healthy lifestyle 现在全部都忘记了 我发现Fan他是就是很喜欢听音乐来放松 他真的很沉浸其中耶 那我们的第二集第一集呢 基本上就是to show off and how their lives going 就是他们平常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状态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relationship表单中 发现其实Fan他很讨厌音乐 应该是从第一眼见到面开始 就不太喜欢这个邻居 但是跟其他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好 他会在接下来的一些 一些event当中 跟别人有更加多的一个互动 他们就坐在一起吃抹茶蛋糕 然后他们现在有闻到像臭脚牙的味道 我敢打宝票应该是猫屎 所以Yan他现在去清理去怪猫杀 Jerry正在夸赞Sony的处理很好 就说真会做蛋糕 Sony非常开心 他现在就在跟Jerry聊天 去做蛋糕这个过程 然后把他包括和我说一些动物菜的话题 我们吃完了抹茶蛋糕之后呢 Jerry和Fan决定去卫生间打理一下自己 然后Sony现在也开始整理一些餐盘之类的 去厨房去做最后一些清扫工作 Yan他现在正在和咪咪互动 这只小猫超可爱的 最后我把Fan的两幅画给卖了 然后今天这一天可能就要接近尾声了 Yan他怕冷吗 他一直在壁炉边来洗取暖气 我们可以跟Yan说说话吗 其实每次当Fan看向他的画作的时候 除了Admire 还有一种不舍的情绪 这都是自己辛辛苦花出来的 然后换钱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感受到 就是make living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的游戏 Owaxa Talino Haha Yan Yan Bron Muma Frika Jana Uchima Golarga Slonkem Fima Kapoi Merk G0 Zero? Soul-Soul Chimma Ripple Gorg 是Torv Soul-Soul Chimma Rip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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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夜人終於要去休息了 Jerry又來了 她是睡醒了嗎 她竟然感覺非常的有活力 反正真的是徹夜未免耶 我們先來讓Jerry check in 一下 Fan的一個狀態 感覺她還是特別的 就是這裡不妄想睡覺的意思 他們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對真正的情侶 因為我發現Jerry對Fan的感覺 不僅僅是朋友這麼簡單 他發現在他的身邊 就會感到非常的愉悅和放鬆 他們會說一些engagement stories 然後稱讚彼此的外表和穿著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聊天耶 她們的感情正在降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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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 Sanny在背後 剛好經過她來取暖 然後順便 看到了這一幕 然後她假裝沒有看到 情傷超高的有沒有 那個Yan過來 也是為了來看她們兩個狀況 要不然她為什麼不去廚房去取水 而是去衛生間 Ry走路的樣子好像兔八個喔 Yan在洗碗呢 她一直都是最勤勤坑坑的那一位使用 Sanny feels very fluffy right now What she will do? OK,Now Jerry trying to grab a cup of coffee Probably 現在是早上10點44分 大家都在enjoy their own lives What is Sunny doing? She just looking at her mirror 我覺得她應該就是在欣賞自己的一個容顏吧 女生有些時候就是會這個樣子 有助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我們來讓她就是solve a heart problem 我在想我以後要不要干預她們的一個作息時間 要不然她們自己都不睡覺的 Sunny的職業是Writer 然後她在24小時內就要去工作了 我會盡量去勸她先去睡一會兒 至少睡個10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再起來 What is Jerry talking to? Sunny Sunny一點都不喜歡她的一個話題 她就走了 哈哈哈哈 然後Jerry馬上送一道 發在身邊 跟她跟一點什麼其他的事情 這哪裡是故意的吧 大家看到了粉色的好感條了 我覺得Jerry應該是想趁勝追擊吧 想把這粉色的好感條拉到最滿 她在提她們最喜歡的話題就是Pendings 如果提到的Videogame 噢 但她不想work out 太懶了吧 Squidle Quas Galeric Saflan Sabi Dubbada Dubbada Gumgana Gumgana Cerefi Pardus Gizna Guaz Karenzi Dubbada Gumgana Dubbada 請你 Dub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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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娜已經Late for work 我讓她Go to work 我們來看一下她們的排班表 OK 她們倆都要去上班 妮娜其實上個星期就已經打電話給她的哥哥說 讓她的哥哥要跟她住在一起 因為她感到非常的寂寞 因為有些時候她可能一個人照顧不了家 因為妮娜她時常要出去 要出門去上班 然後妮娜她也非常想念她的家人 希望跟她的家人一起住在一起 自從她的父母都離世了之後 她就更加想念了她的哥哥 再加上她們家房子比較大 雖然只有一張床 但以後可以添置更多的家具 那妮娜的哥哥她最後答應過來是 因為妮娜跟她說 她的鄰居妮娜是一個非常sweet的girl 然後她們兩個有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然後她的哥哥就說 嗯好 太好了 那我就搬過來跟你們一起住了 我覺得妮娜在以後和妮娜同居的日子裡面 會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伴侶 因為她是一個特別愛乾淨的男生 她喜歡緊緊有條那種感覺 她來自日本 她跟妮娜是在大學期間一見鍾情 然後她們兩個決定住在一起 所以她們兩個人的感情基礎是非常堅固的 同時妮娜她是一個非常自信的 非常有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那種男生 那妮娜同時也是一個非常gregarious的男生 但是她就是跟飯的關係不是很好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現在正在做吐司麵包嗎 看上去很美味的樣子 她現在是在崇拜自己可以做出這麼美味的食物嗎 真的好有趣啊 嗯 弄得我也想吃吐司了 哇 這個味道肯定很香 像Dino這種人呢 她在用家電前 就是要稍微清理一下 因為她就是一個清香完美主義的男生 她桌上放著那個沙拉的一些食物 她是準備拿來做嗎 對喔 是喔 這是番茄嗎 其實番茄做湯都是蠻好吃的 但是番茄單獨拿來吃就差那麼點意思 她在做飯的時候還在想一些什麼心事的感覺 看到我們看到Nia在修繕一些什麼像機械故障的一些東西 Nino應該是看到了 但是她不知道該不該去幫忙之類的 我們還是打電話給Landlord讓他們去解決吧 萬一我們把東西越修越壞怎麼辦 我們先聽點音樂吧 緩解一下心情 Nino喜歡一邊聽音樂一邊清理一點家用的一些電器和家具 同時呢 我們在等Nino下班的時候 她可以先去洗個澡 她是吃沙拉的時候一定要喝咖啡的那種人 她會感覺非常小瘦 我覺得她肯定是一個Coffee Person 然後再說到她的工程 然後再說不乾 下班 跟我車子 然後再說不乾 好 妳好 那我來拍得到 一百七十九美元回到家 她应该肚子很饿了吧 她应该很累 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Nina准备煮Rice Cake来吃 然后同时她也想喝点咖啡 听说Nina其实也是一个foodie 而且她特别会做饭 哇我们要教Bill啦 哇 The cooking skills level up right now 忙了一天 他们两个终于能够说声话了 问一下你今天的工作做的怎么样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感觉如何 然后再分享一下我今天跟你们在家里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再多喝几杯咖啡 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的 洗完澡之后呢 妮娜想要去看一会儿电视 我们先看一会儿新闻吧 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实况传播和实时报道 然后再了解家常 那妮娜就告诉妮娜 她之前跟她哥哥聊过天 就是希望她哥哥搬进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妮娜一开始就有点困惑 因为她都不认识妮娜的哥哥 但是后来她有些觉得也挺好 多认识妮娜的一些家人 对于妮娜来说也不算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妮娜就准备睡了 因为她今天实在是工作太累了 那我们来到妮娜和妮娜的家里 现在是礼拜天周日的凌晨两点半 快到两点半左右 她们现在就是要清理一下家里 就感觉家里有一点味道 然后准备再坐下来 也是享受她们的夜晚时光 依妮看到了老鼠 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里面就会有一只老鼠 而且这只老鼠就特别的恋家 就一直在就是沙发的左前方 一直在那里活动 如果说她们就真的只当做 自己家里养殖老鼠也挺好 但是真的对某些特别害怕老鼠人来说 这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她们在聊 就是她们继承上班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客人 有些就是很古怪 有些真的也是很慷慨 像她们就是工作在那种 特别鱼龙混杂的一些场所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singer 或者说是一个entertainer 那你的一个工作性质上 遇到的一些客人 和一些企业上的一些 投资人啊 或者一些同事 那也是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尼亚和尼尼是一对姐妹 她们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她们长得真的非常相似 但是尼尼是红桶 尼亚是blonde 像尼尼的性格 她就是会比较的独立 就会比较的自娱自乐 但是尼尼亚她是一个特别喜欢跟人互动的一位女生 她一直跟尼尼说 她希望以后有一个依靠 但是尼尼跟她说 我们俩之间就已经是依靠了 她们两姐妹俩之间也有这种数不完的话题 我的模拟人生的小人应该都是吃货 大家都喜欢吃吃吃 但是谁都是补胖的那种情况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现的事情 那我就让她在我的小人身上发生 我之前在玩模拟人生的 遇到的一个错误的情况 就是有bug 就是我的小人在洗澡的时候 他们她就是跳进去洗 然后就直接出来 就是洗不了澡 然后呢 我就删掉了一些模组 因为是之后下载的嘛 然后又把那个猫虾盆移开 然后把猫虾的完颜移开 然后又把这个洗洗澡淋浴的和浴缸全部都删掉 然后又重新用满了一遍 然后又打开关掉好几次 就这么下来才就是过了两三天才好 那这些都是我在设计室内装潢的一些模组啊 那我放在这里就想大家来参考一下 如果你们也在玩模拟人生4的话呢 也喜欢我的一个房子装潢的一个设计 那你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下支视频第二季第二集 我们再见咯 拜拜 Fantastic